嗨 你好 我是Sonia 我要教你一套滾輪運動來放鬆你的上半身 這套動作效果很好 甚至有可能會上癮 因為它做起來感覺很舒服 如果你經常坐在電腦前 或者是低著頭看手機 或者需要照顧小Baby 甚至是做太多的伏力挺身 這套滾輪運動都可以很有效的幫你舒展你的上半身 讓你的上背靠近肩胛骨的下方躺在滾輪上 你的雙手交叉放在頭後面支撐頸部 膝蓋彎曲雙腳平行 讓你的臀部離開地面 腹肌稍微縮緊 讓上背慢慢的在滾輪上下滾動 從你的肩膀到下肋骨的部位都可以滾動 讓臀部回到地面稍作休息 你的上半身稍微轉向右邊 讓右邊的手肘靠近臉頰 所以你右邊的肩胛骨會平貼著背 現在讓臀部離開地面 慢慢的上下滾動 右邊的背和肩胛骨部位 如果這個姿勢讓肩膀不舒服 你可以讓右手放在胸前 只用左手支撐你的頭和頸部 現在來滾左邊 我們主要在滾動左邊肩胛骨附近的肌肉和軟組織 在滾動的時候 讓單手或是雙手支撐你的頸部 所以我們不至於滾完背部後 脖子反而變得僵硬 接下來你的身體側躺在右邊 讓右邊的隔肢窩在滾輪上 你的右手支撐頭部 你的右腳彎曲 上面的左腳稍微伸直 你可以用左腳稍微推動地板 所以你的身體會在滾輪上下的滾動 有些人在這位置上就已經感覺很多 所以如果太過疼痛 你可以用比較軟的滾輪 或者是用毛巾放在滾輪上 來稍作舒緩 你也可以讓身體左右來回的滾動 動作非常的小 速度不要太快 現在來試試左邊 我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兩邊的景度非常的不一樣 有一邊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另外一邊卻非常的緊 如果你有一邊比較緊 你可以花多一點的時間在緊繃的部位 身體回到中間 你的肩胛骨在滾輪上 臀部在地板 讓你的骨盆保持彎曲 記得你的手要在脖子後面支撐 吐氣時讓上半身往後癢 很重要的是你要讓骨盆還有腰部保持彎曲 後癢之後 讓你的身體回到開始的位置 肋骨放鬆靠近地板 這樣重複幾次 注意滾輪不要太高或太低 大概在肩胛骨的下方 現在上半身保持後癢 然後你的身體側彎到左邊 感覺你右邊的肋骨像扇子一樣打開拉長 右邊完後側彎到左邊 這樣重複三套 讓你的右手肘往肋骨反方向延展 同樣的你可能會感覺有一邊比較緊 你可以在緊的那邊多做幾次 或是停留久一些 讓上半身回覆 你的臀部離開地板 讓身體再次的上下的滾動 同樣的讓你的臀部回到地面 讓骨盆和腰部保持彎曲 上背往後癢 這樣重複三次 這一次你可能會感覺到比較容易後癢 現在上半身保持後癢 你的腰和臀部保持彎曲 然後讓上半身往右旋轉 所以你的頭轉向右手肘 右手肘轉向地板 然後旋轉到左邊 這樣重複三套 要確定滾輪在對的位置 在你的肩胛骨的下方 不要太高或太低 這個動作是非常的小 因為我們人體的設計 是沒有辦法在這個姿勢有很大的動作 所以不要勉強 記得放鬆你的脖子和肩膀 做完以後 讓身體做起來 然後感覺滾完後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喜歡這一套滾輪運動 記得按喜歡 並分享給其他人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按訂閱鍵旁邊的鈴鐺 所以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會得到通知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 教你如何滾動下半身 包括跨骨 大腿和小腿 我也很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我們在下一個影片見 我們在下一個影片見 我們在下一個影片見